今天来南罗了 我看看三年的时间 这还有多少家商家能坚持下去 一进南罗北口啊 这第一天就倒了 这是卖北京特产的 牌子还写道乡村呢 旁边这个烤肉啊 现在也是关门的状态 如果对面的这个方砖厂 还是挺火的 平常周末来的时候还排队呢 这招商电话都贴满了啊 无费转让 方东之租 这也完了三连凉 手工的电子烟的百家姓呢 费费 老北京冰糖葫芦啊 现在正是卖的时候 现在也大门紧锁啊 一 二 三 四 四家 哦 这还有一家 五家 连关五家店 这家商铺都出售了啊 不是出租了 整个房主都干不下去了 你看这家搬的都彻底 不光搬空了 连这灯都给拆了 这房生间啊 也是倒了 房东之租可参饮 这个时候租应该是租金最合适的时候 有没有想继续接手的朋友 文娱奶酪还是屹立不倒啊 但是没什么人排队了 二连关了啊 本来是十点营业 售完就关门的 现在都不用开了 万庆当铺 你看没有 它对面这个创可贴吧 开了好多年了 是一个原创设计师品牌 现在也关门了 我在这给小孩买过不少衣服 连春节都不关门了 都一处现在都关门了 这个银行也是撤底了 这么有钱的家都扛不住了吗 南楼股项逛完了啊 我们数了一下 关店的有62家 这就是三年的